这是谁呀 是哪阵风 把秦公公给招来了 皇上下旨 贤妃娘娘得了大阿嘎 这空间这得多添置些东西 这不 内务府赶紧挑了上好的东西送来了 贤妃娘娘和大阿嘎呢 我得请个案件 可不敢让您进 您是咱们延禧宫的债主 欠着您千八百两银子呢 咱们可得把您供起来才是啊 阿若姐姐呀 那天是我喝多了说胡话 姐姐别往心里去 谁是你姐姐 我是你姑奶奶 由着你苛扣言喜功到今天 阿若这样当面为难 这些东西咱们不敢收 内务府的人一向狗眼看人低 由着阿若闹一闹也好 我们只要听着人不过分就好了 我要拿去给皇上瞧瞧 好姑奶奶 好姑奶奶 您饶了我 全是我犯魂胡说 内务府这两个月 欠延禧宫的东西 无猜我是足足的加勒贝才敢来的 还请姑奶奶您笑呢 好姑奶奶 原是我糊涂 您说这东西不送进来 岂不是违抗圣旨啊 还请姑奶奶刀单带 那也得让我看看是什么东西 总不能由着你把臭得烂的 都送进咱们延禧宫吧 是是是都是啊大阿哥的香龙 还有皇上赏的啊 天聚摆设和鞋袜衣料 您看看全是好东西 先挪进去再说 来 别来 挪进去 等等 这是谁呀 原先伺候大阿哥的人啊 都被皇上给打发了 这是大阿哥从小的如母 李嬷嬷 所以跟他演习更照顾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伺候大阿哥的李嬷嬷呀 我想不明白 别的奴才也罢了 李嬷嬷跟着我那么久 为什么也这么待我了 恶着我 冬着我 人心啊 会为权为力而变 只有亲情是不变的 走 给贤妃娘娘请安 给海长赛请安 我的好阿哥 可算见着您了 想坏奴婢了 站住 你什么人啊 对贤妃娘娘这般不尊重 请贤妃娘娘安 奴婢是大哥的如母 李氏 大哥是奴婢一手乃大的 什么都听奴婢的 日后 贤妃娘娘若是要管教大阿哥 都跟奴婢说就是了 你伺候大阿哥多年 本宫敬重您 趁你一身摸摸 不过你却疑老卖老 如果你能管教大阿哥 为什么连他衣食不周 生了病都不知道 你仔细告诉本宫 去年冬天大阿哥 啄了两次风寒是为什么 又为什么连变两月 都未曾痊愈 要不是你们这帮奴才懈怠 大阿哥会这般可怜 大阿哥着了风寒 是他自己不爱多穿衣裳 又不肯好好吃药 奴婢虽是贴身照顾 但哪里能时时刻刻都看顾到啊 不是这样的 李嬷嬷待我最不好 大阿哥 您虽然是主子 可您说话不能这么没良心啊 您可是喝着奴婢的血 吃着奴婢的肉长大的呀 您可不能睁眼说瞎话呀 三宝 小福子 把他拖出去 替本宫丈打三十 喳 大阿哥 您为奴婢说说话呀 大阿哥 我可是您的如谱啊 大阿哥 大阿哥 你救救我呀 大阿哥 你救救我呀 大阿哥 他在我昨天教过您的身份啊 你们都给本宫看见 七陵主上就是这个下场 是 是 堂皇 你看 这就是欺负你的人该守的责罚 你要打吗 一个人做了什么样的 英英就得承受什么样的苦 他们欺负你的时候 就该想到了 儿子就是我 主 不 仗打三十已经打完了 赶出宫去 永不得进宫伺候 喳 你们都听好了 从今以后 永皇是本宫的养子 谁要敢懈怠 李嬷嬷就是个利 是 神培娘嬷饶命 神培娘嬷饶命 秦公公 阿哥 我真喜欢看姐姐这样 看着姐姐 我就什么都不怕 秦公公 这就是你送来的绸缎 里头都腐了 是是是 奴才知错 奴才知错 你拿着这个上吊去 咱们主啊 就饶了你 阿上姐姐 你 不过可惜了 复仇吊不死人呢 水枝 把他们送来的残羹冷制拿了 请秦公公在这儿吃了 顺便给我们主表个心 长个记性 是 是 小美娘嬷 您就饶了我 我就是一狗奴才 您 您就拿我当回配放 我这这 吃 大口吃 你 你 你不许吐 咽下去 你 我 我 我 前非娘娘 前非娘娘 您就饶了我吧 我这实在是咽不下去了 我就是一狗奴才 您就饶了我吧 前非娘娘 我该 打了李嬷嬷 惩治了秦丽 这才是乌拉那拉式的女儿 忍不住 要露出尾巴来了 臣妾想既然这大阿哥 已经被贤妃夺了去 那就只能从贤妃着手了 若是这大阿哥能离了延禧宫 无论是回邪方殿 还是另寻养母 总比跟着贤妃好啊 这贤妃连长子都能夺了去 臣妾可真是打心眼里怕了她 您是敦厚人 比不得贤妃会算计 臣妾怕您吃亏 他家是没落 倒还好些 越是这样的人 就越会拼了命地去争宠夺利益 皇上偏要把永皇给了贤妃 本宫真是不明白皇上的心思 咱们又不能天天陪在皇上身边 哪能知道呢 永皇 皇上 伺候你的下人都是心跳的 底细也干净 你不用担心 海娘娘刚才给你量了尺寸 咱们也做些新衣服来替换 试试这床 刚铺的 软不软 多谢母亲 你叫我什么 母亲 你 从来都没有人叫过我母亲 我竟定会好好待你 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敢欺负你 不用害怕了 主 时辰不早了 大哥该歇着了 是该睡觉了 明儿还要去上书房呢 操操脸 从今天开始就可以睡安心觉了 睡觉吧 睡吧 请陪着你啊 啊 睡觉吧